那么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啊 如果你的心不到 那么你的意念不到的话 你的行为也不会到 那么你任何的行为 实际上都是受控于你的灵魂 对不对啊 那么你的灵魂 如果越来越纯洁 那你的行为也会越来越纯洁 对不对 如果你的灵魂越来越肮脏 那你做出来的事情越来越糟糕 对不对啊 所以修心和修行要双修并进 你就告诉大家 反正叫大家好好的修 台南也是很关心他们 希望大家把身上的毛病修掉 把人修得越来越柔和 不要去修得越来越硬 很多人脾气 如果修行修到后来 脾气越来越暴躁 那这个修行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啊 对对 那么关心音菩萨 那么关心音菩萨 那么关心音菩萨